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 住着白鹿园的居民们 这里的人以白氏与鹿氏为大姓 以祠堂为精神寄托 兢兢业业地过着自己的日子 直到某一日 白家终成长宫杜三押送的黄粮被官兵所结 就连县政府里都被革了命 白鹿园才开始变了天 但不论天怎么变 有一个人不会变 它就像一棵大树 长久地扎根在这白鹿园上 树有多坚韧 它就有多不可撼动 它就是白鹿园的组长白家轩 年轻的时候 白家轩连娶六个老婆 才有了唯一的儿子孝文 从小便对儿子严加管教 不允许他做出任何出格的举动 作为他唯一的儿子 孝文日日如履薄冰 却还是日日跟着 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一起调皮捣蛋 一起玩的还有一个孩子 白鹿园陆氏家族继承人 鹿子林的儿子赵鹏 1912年 白鹿园黄粱被抢的时候 三个男孩都还小 三人的爹也在时代洪流中 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黑娃的爹陆三是旧时代忠诚的捍卫者 他忍不下这口气 便替主家白家轩带上人去县城抗议 被抓进大牢 不管受了多少苦 都拒绝剪掉自己的辫子 硬是活着回来了 孝文的爹白家轩敢怀于陆三的忠诚 便让孝文震的他做干爹 震的黑娃做干哥哥 曾子形影不离 孝文这孩子情真意切 童言无几 给了黑娃许多糖吃 又许下诺言 你爸是我干爸 你就是我哥 以后不管你遇到啥事 我卖房卖地都会去救你 赵鹏的爹陆子林 一直想超越压自己一头的白家轩 便主动去县城投诚 剪掉辫子回来时 俨然已被封为白陆园相约 又成立了白陆园第一保障所 每日和其他官员胡吃海喝 官娘要求却是一粒都不能少 饿死人他都不操心 他只操心好不容易压了白家轩一头 高兴得不得了 抱起儿子赵鹏就是一顿亲 自以为扬眉吐气 八年后 三个男孩都长大了 白家轩便和陆子林商议好 让孝文和赵鹏赶在同一天 娶了父母指定的媳妇 孝文倒是乐呵呵接受了 也没什么怨言 但赵鹏是被送出去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 死也不愿意接受 父亲给自己安排的这门婚事 索性盖头都没先 撑上小船就离家出走了 放着他离去的背影 黑娃的心里 也种下了一颗叛逆的种子 眼看就剩黑娃一个人还没成亲 一向视他如己出的白家轩也招了急 便张罗着也给他办一门亲事 陆三知道主家是好意 自己也想早点抱孙子 自然乐得答应 黑娃却夫妻离家 去郭家园当了帮人割麦子的麦克 给郭举仁加效力 郭举仁已垂垂老矣 却有三房太太 最年轻的一位名叫田小娥 和黑娃差不多年纪 一来二去 小娥便对年轻戏剩的黑娃动了情 加上郭举仁在房市中已无大用 小娥便让黑娃夜里到房中优惠 黑娃几次推脱 最终还是偷藏了禁果 在小娥那里 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成熟的滋味 为了小娥 她甚至和说她闲话的男人 直接打了起来 也是为了小娥 在两人偷情被发现后 她受尽折磨 也不肯服软 最后 遍体连伤的两人被扔进麦田 勉强捡回来两条命 成了一对患难夫妻 黑娃便把小娥领回百路园 地势取进杜家家门 回家后 黑娃编了个故事 称郭举仁坠马身亡 家里的大房二房都看小娥不顺眼 便把她排挤出来 送给黑娃抵了工钱 还说 要是自己不领走 小娥就要被堵死了 路三一向心善 听了这样一桩事 便来到白家轩那里 说了一遍如何如何 已经有意让小娥进祠堂 做黑娃的媳妇 但一向老城持重的白家轩 却放心不下 她一见这女人生得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就知道 她绝不是黑娃养得住的女人 便多留了个心眼 让路三先去郭家园打听打听 看看黑娃说的是不是真的 再做决定 父亲走后 黑娃也曾带上小娥 去白家求情 让她先入祠堂 但白家轩无论如何都没有答应 只说 等路三回来再说 小娥也不是完全的傻子 见此情景 便不再多说 终于等到路三回来 家里灯石炸了锅 路三恨不得拿着鞋底子 活活抽死儿子 谁让她公然领回来 这么个通奸的烂货 又是谁给她的胆子 敢编故事骗人 路三越想越气 一怒之下把儿子和小娥都赶出了家门 幸有孝文相助 给干哥哥和蔚来嫂子找了一处偏僻的窑洞 两人才算有了一个家 小娥不求金银 不求珠宝 只求每月一两大烟 她从前做姨太太时成了银 一时戒不下来 黑娃爱其心切 连连点头答应 而对于孝文来说 她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 在危难时拉了黑娃一把 这个兄弟 她自觉当得称职 这时哄 当年离家出走的赵鹏也回来了 还在白鹿园开办了第一所小学 担任校长 育人子弟 看到儿子如今这么有出息 杜子林顿时不计前嫌 人前人后都不忘夸赞儿子能干 那位可怜守活寡的儿媳 自然是只字不提了 不仅如此 当赵鹏踏进窑洞 看望黑娃和小娥时 她还带来了新思想 共产党 共产党帮助穷人 谋求平等 已经成了赵鹏的信仰 赵鹏也给黑娃开了一扇门 告诉她 她和小娥的结合 是婚姻自由与爱情自由的结晶 是白鹿园头一个 应当引以为豪才对 不久后 白鹿园又遭遇了另一浩劫 行至此地的军队强行驻留 并向农人们强征军粮 白家轩连忙借征粮之名 挨家挨户提醒藏好妇孺 果不其然 这群兵不仅抢抢民女 还割掉老人们的辫子 谁敢反抗就杀谁 非了不让这群恶兵得逞 赵鹏带上儿时的好兄弟 黑娃 孝文 烧光了白鹿园的麦田 宁愿一把火烧尽 也不便宜豺狼 第二天 无可奈何的官兵 只好报复性地枪杀了一位老人 而后撤离了白鹿园 转眼到了1926年 赵鹏在白鹿园成立农协会 黑娃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带头砸了村里人的精神寄托 祠堂 黑娃抬手就把祖谱递给小鹅 你想把你的名字写到哪辈祖先前头 随你 都随你 赵鹏一时呼风唤雨 老爹陆子林这个相约 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不仅如此 他还把这位贪污的老爹 连同当地残污纳垢的田区长等人 都拉上戏台 戴上高帽子 接受农人们的批评 满腔热血的黑娃 抬出闸刀 就要闸了这些贪官 吓得鹿子林哭天抢地 抱住儿子大腿 就不松手 赵鹏本就没想闸谁 连忙把黑娃拦了下来 哪料 到了1927年 国共合作破裂 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田区长也官复原职 第一个就要来找赵鹏算账 吓得他拉上黑娃 就往白鹿园外跑 黑娃放心不下小鹅 不敢直接一走了之 又回家看了看他 嘱托他 犯事已身体要紧 一定要活到自己回来那一天 不料 还没动身就被抓走 从此没了下落 几天后 田区长在白鹿园戏台上 点了三天三夜的大戏 以震铭心 小鹅也跟其他农会人员 一起被抓到台下示众 田区长登了白家轩的门 想紧他出任相约 白家轩未知可否 另一边 被释放后的小鹅 私夫心切 只好带上一篮子鸡蛋 来到保障所里 请求陆子林的帮助 陆子林起初根本无以帮忙 但当他细细端详详过 小鹅那张美艳的脸庞后 心中忽然有了歹意 便假意答应 说一有消息 就去他家报信 几天后 陆子林果真打听到了 黑娃的下落 说 他被县里侦察队抓住后 半路又挣脱逃了 很有一番能耐 至于赵鹏 就不知是死是活了 来到小鹅家 陆子林说着说着 便伤心起来 引得小鹅十分不忍 他便就是抱住小鹅 强行苟且之事 可怜的女人 惨被蹂躏 却无可奈何 忽听见窗外传来 流氓苟蛋的歌声 他一直寄予小鹅的美貌 想吃这块天鹅肉很久了 陆子林听见后 便扬言要替小鹅收拾狗蛋 让他明天晚上 故意邀他过来 小鹅还以为 只是要把狗蛋教训一顿 没想到 陆子林竟落井下石 以捉奸在床的罪名 把他和狗蛋 压到了成建的祠堂里 面对这样一个 坏了规矩的红颜祸水 一向恪守足规的白家轩 气不打一处来 便让儿子孝文 用藤条 把小鹅和狗蛋都打一顿 孝文一见小鹅那张脸 就不忍心 他又不好违抗负命 只好动了手 事后 陆子林又猫哭耗子假慈悲 亲自来给小鹅上药 授意他通过勾引孝文 来报复施加刑罚的白家轩 小鹅照做了 殊不知 自己只是陆子林 毁掉白家的一枚棋子 他主动在村里 唱大戏时找到孝文 邀他晚上去自己那里坐坐 孝文念及兄弟情谊 又想到自己这些年 和妻子在夫妻生活方面 都没成过事 便婉拒了这一邀请 原来是孝文想起这个窑洞 太过破旧 雨天不顶上一根杆子 可能就会倒塌 又知道 小鹅家里没了男人 去扛这根杆子 才冒雨前来 小鹅不由得心生感动 让他进屋 烤了烤衣服 一来二去 在小鹅的石榴裙下 孝文防势中的毛病 竟给治好了 第二天 第三天 都跑去那里过夜 陆子林见时机成熟 当即寒沙摄影地 在白家轩耳边吹了阵风 大清早带上他 守在小鹅家对面的山坡上 看到儿子从里面走出来 衣服都还没穿利落 白家轩当即气得晕了过去 之后 白家轩将孝文叫到祠堂 用藤条打了个半死 父子俩就此分家 孝文卷起银两 就跑去了小鹅那里 把自己的媳妇扔了不管 自此 他和小鹅抽烟赌博 花天酒地 将银两败尽后 又不顾父亲的阻拦 想卖掉分调的房产 杜子林再次趁火打劫 吞掉白家一半家财 就连白家轩的前院都占了去 白家轩痛在心里 笑在脸上 依旧是不动声色 到最后 孝文把手头的最后一分钱也花光了 和小鹅两个人饿得躺在炕上 不敢动弹 偏偏在这时 小鹅怀孕了 怀孕的消息又燃起了孝文的斗志 他跑进平民堆里 拿着碗求一口粥吃 杜三赶着马车路过 不敢相信 自己眼前这个乞丐一样的人 是曾经的白少爷 恨铁不成钢的同时 也恨透了那个 害了自己儿子 又害了孝文的女人 生下一个馒头后便走了 然而 孝文被逼得没法 见有军队在招兵 一人15块大洋 便把自己卖了 给小鹅和孩子买东西吃 气料 按了手印 就成了军中之人 哪还有机会回家 给老婆孩子送钱 孝文就这样被押进了队伍 而后 陆三拿了一大麻袋粮食和大洋 来追孝文 想帮他渡过难关 发现少爷自己 把自己卖进军营后 他悲痛语绝 连年恳求军官们 让他赎回孝文 却白白挨了一顿打 孝文知道无力回天 便把15块大洋 和那个馒头 都扔给了陆三 请他务必帮自己 交给小鹅 又是一个暴雨之夜 陆三带着馒头 来到小鹅的窑洞 他以饿得战斗站不起来 叫了陆三一声爹 而后拿过馒头 就啃了起来 噎得不停喝水 刹那间 陆三手起刀落 准确地插进了 这个女人的心脏 并从她脖子上 拽走了黑娃送的信物 临走时还嫌不够 恨不得再催一口唾沫 离开窑洞前 杜三拿掉了支撑的杆子 窑洞很快坍塌 将小鹅的尸首也埋在了里面 这场雨 是白鹿猿人 犯了许久的甘霖 哪知 伴随甘霖而来的 还有杀人如麻的瘟疫 农人们皆认为 是田小鹅的冤魂作祟 在陆子林的提议下 准备给她修妙速身 烧香驱祸 对于这样一个荒唐的提议 白家轩一万个不同意 但迫于众威 只答应给小鹅 建一座六棱砖塔 押住她的鬼魂 以免再作祟 准备把小鹅骨灰瓮放进去时 有人悄悄把白家轩拉到一旁 告诉她 嫁火烧人时 才发现 小鹅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 大约是孝文的骨血 怕直接压在塔下 会伤了白家的血脉传承 白家轩大可把骨灰瓮掉包 换个空瓮放在塔下 也算给农人们和自家都有个交代 然而 她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人 就算拼个鱼子网破 也会把白鹿元放在第一位 眼都眉眨一下 还是让人把骨灰瓮压在了最下面 这事过后没多久 赵鹏一路为人民奋战 成了国民党全国通缉的大范 田局长便派人绑了她老爹杜子林 押进县城大牢 白家轩望着陆子林远去的影子 心下沉了一块 不知道过了多久 黑娃回来了 她已然成了战山为营的土匪头子 以为小娥是死在白家轩手上 便带上手下闯进白家 一刀捅伤了白家轩的腿 打算要了她的命 杜三文训终了进来 直言是自己杀了小娥 还拿出黑娃送给她的信物作为证明 上黑娃有什么本事就冲着自己的老子来 这信物 本是陆三作为父亲送给儿子的礼物 黑娃又怎忍杀了自己的父亲 只好割了他的辫子 全当两不相欠 随后便带着手下离开了白鹿园 第二天一早 陆三就上吊自杀了 白家轩坐在她的房门前 一边是老友的尸体 一边是欢笑的孩童 万古悲怆 其余一凶 她真想找个人问问 这世道是怎么了 1938年 日军侵华战争的炮火 落到了古老的白鹿园上 伴着敌机的轰鸣 农人们皆四散而逃 白家轩也拄着拐杖 奋力地往前走 她的儿子仍旧不知所踪 杜子林却疯疯癫癫地回来了 朝着敌机大喊大叫 已然颓唐不堪 风花雪月平凡事 笑看其文说炎凉 悲欢离合观世相 百态人生 化沧桑 千古的苍凉往事 像熊熊烈火 烧尽了那姑娘心头的爱与恨 而对于白鹿园人来说 一个时代终究逝去了 新的时代也即将到来 故事配老酒 明朝在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